好 涉滩的前桃园市长郑文灿 昨天是被申请积压 但是之后是遭到驳回 而是裁定以500万元交保 限制住居 警方对此不满提出了抗告 然而桃园地院也发布了新闻稿 说明裁定交保的原因 内文当中是提到 说本案案发时间 距今已长达7年之久 相关的监听试译文 以及搜证照片 以降如眷内所示 认为没有积压之必要性 对此媒体人黄耀明就直言 好奇怪 为什么发生这么久了 到现在还会有监听和搜证的照片 而等到赖清德上任之后 这些政务才纷纷被释放启动呢 网友也留言说 你问到关键了 我也有相同的疑问 毕竟现在是改朝换代了 好 再来关心到的 也是这个郑文灿的议题 像是这个昨天 他是顺利的交保 引发了一片震惊 而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 就在CTI Talk网络论坛节目上表示 赖清德这次做的 真的是在清除政敌 而郑文灿遭到声压 对2028或者是对新北 接下来的人选派系考量 另外民进党两岸温和派 注定就此消失吗 毕竟两岸态度上 郑文灿跟赖清德是完全不同掉 这怎么可以让赖清德允许呢 赖清德真的是在清除他的政敌 一方面是如前面蔡委员所说的 过去跟他结了仇 另外一方面就是可能对新北 甚至对就是2028或者是之后 有这样子的人他要把他排除掉 因为你要知道当郑文灿被抓 那当然接下来新北市市长的选举 就像书系的书巧会 想当然应该就是这个最佳 或者是唯一的候选人在民进党这边 这有没有派系的这些考量 我们不知道 但是大家都可以去推想 那第三个我觉得是 其实民进党的两岸温和派就消失了 因为郑文灿被认为就是两岸的温和派 他就是大陆的关系 其实都很 两岸温和派在民进党这边有红旗昌 然后呢 李大为根本不算是做过这个海集会 董事长李大为根本是圈外人 那现在郑文灿有这样一个政治影响力 而他每一次最近的发言 跟赖清德是不同调的 我接触到有一些企业界朋友 跑去见他的时候 他跟他说 这个两岸的往来没有问题 有谁要来申请 你告诉我 我给你我的电话 那你告诉我 我帮他去努力 两岸的商务往来 贸易往来 这个是很好的事情 这个跟赖清德完全不同调 所以他在培养 他另外的一个领域 也就是两岸的温和派的 这样一个形象 那我觉得这个 会不会是一个另外的因素 也就是赖清德在两岸问题上 他我们刚刚讲 连中研院院会的参会 他都在讲两国互不隶属 怎么会容许一个可以跟挑战 他或者是有一定政治地位的人 然后民间有这样子 威望跟支持的人 然后去谈两岸的交流缓和 我觉得他不允许 那是他的一个政治的理念 怎么可能在我自己的圈内 有人来挑战我这个东西 而挑战会有影响的 郑文灿所卷入的 雅华科土地弊案 简单来说就是 涉嫌收贿来瞧农地 对此马德有事马主持人 林陈佑直言 郑文灿真的非常喜欢瞧农地 像是过去 郭哲敏在桃园买农地 郑文灿就被踢爆 把捷运站的站址 瞧到郭哲敏的农地旁边 马德直言 这当中恐怕也有收贿的遗云 由中天追问歌 马德主播林陈佑 独挑大梁的政论节目 马德有事吗 就在每个星期六日的 晚上九点钟 中天电视大新闻大爆卦 频道双开 还没有记得收看的 一定要回放哦 为什么郑文灿到了林炳文 也就是郭哲敏的好朋友 的私人招待所欢唱之后 这个捷运的站址 就突然之间变更了呢 就改到郭哲敏土地的旁边 这是不是就是在帮诈骗集团 列土地 你会发现 郑文灿好喜欢去瞧农地 这个也跟他华雅科技园区的 操作手法都一模一样 本来都已经讲好一个模式 偏偏半途 郑文灿就会杀出陈咬金 就要把这个部分 开始做一些变更 比方说 华雅科技园区的案件 大家一开始都说好 要透过趋断征收 最后居然可能是收了 这五百万元的汇款 然后把它改成某部分 要给这些地主自办重画 然后再来桃园捷运的站址 行政院都已经核定了 就在那边 偏偏郑文灿又把它改到郭哲明土地的附近 如果按照郑文灿这样的一个手法 是不是他跟郭哲明之间 也有相对应的对价关系 是不是这之间恐怕也有收贿的情况 其实不止郑文灿 现在遭殃的还有民进党的立委陈廷飞 他因为要争取来参选党内的中央常务委员 就被郑国会以没有依照团队的决策为理由 直接从派系当中除名 黄洋敏也认为 其实陈廷飞跟党主席赖清德 一向有心结 大家都知道 而这次的事件就代表 民进党内赖系开始在肃清其他的派系 郑国会可能自己也知道 没有本钱跟赖系对抗 只好果断的跟陈廷飞切割 借此表达效忠赖清德之意 赖清德对陈廷飞 或说赖清德体系的人 对陈廷飞是绝对不谅解 从过去赖清德当市长的任内 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所以郑国会当他们决定跟陈廷飞分手 也就是他们的路线选择了挺赖清德 当郑国会挺赖清德 现在派系里面 新潮流没有了郑文燦之后 新潮流一定挺赖清德 在郑文燦这次出事之后 新潮流绝对挺赖清德 民主活水就是什么 卓龙泰卓文加这个体系的 一定挺赖清德 好了 永延慧敢不敢不挺赖清德 目前看起来不敢不挺 只剩 一個派系叫做陰系 蘇系 綠色友誼 綠色友誼 何志偉已經去當總統府副部署長 加入了 所以他這些都是所謂的泛賴系 那未來就只剩一個陰系 不再所謂的所謂的泛賴系 這一次的開除只是政國會路線之爭 他們決定選擇一條叫做信賴的路線 因為現在他們沒有本錢 去跟賴清德做對抗 為什麼我的大阿哥林佳龍 在他的外交部團隊 我的二阿哥林佑昌 在民進黨內當賴清德的秘書長 你覺得政國會要怎麼去跟他翻桌 政國會現在沒有本錢去翻 接下來陳廷飛他選擇走一條更艱困的路 就是他要靠他自己的力量 沒有派系奧援下 他要去選這個台南市長初選 那這一條路怎麼走 這個是陳廷飛自己要去承擔的 可是後續的發展 關鍵點是在台南市長初選過後 如果台南市長初選過後 是陳廷飛得到了初選 拿到這個初選資格 當然我認為機率很低 難啦 因為整個主場就是賴清德的主場 那到時候林俊憲也好或是其他人也罷 對陳廷飛絕對是無情攻擊 而台北市議員尤淑慧則是認為 表面上是要塑造自己不分藍綠都查辦的氛圍 其實賴清德只是想報仇鄭文燦而已 事實上在賴清德當選之後 在520之前這一段時間 我就有聽到一些比較青睞人士在說 未來賴清德要怎麼樣 挽回他少數執政的弱勢 最重要就是他會打攤 可是打攤他不能說 藉著打攤只打藍 當然人家會認為他是政治鬥爭 所以他們就講了說要打攤 不分藍綠白都打 但是打一個綠的可能打五個藍的 藉此來掩護就是沒有我都打 我們就看到說第一個出手的 我先殺鄭文燦 鄭文燦雖然過去大家認為說 南流北流 可是對外界來講他還是新潮流 而且是號稱我們民進黨的大阿哥 還是行政院副院長退下來 過去也是直轄市市長 現在還是海基會的董事長 我賴清德打這個人 算是大意滅清了吧 算是大公無私了吧 那如果未來我再去對 其他的在野人士出手 你們不能再說我是政治追殺 政治打壓 因為我連我們民進黨 最重要的鄭文燦都殺了 可是這是一個表面化的理由 實際上賴跟鄭之間 早就是餘亮情節啦 他們之前不管是南流 北流或者是2000年 2020年那一場 其實賴清德是痛徹心肺 即便是南流北流 好歹我們也都叫新潮流嘛 也都是同中的還是同中的嘛 兄弟也還沒分家嘛 只是各有一家而已 可是在2020年的總統初選的時候 鄭文燦是很明顯的 去站在小英的旁邊嘛 這讓賴清德情何以堪啊 被人家笑說 你新潮流的 自己就不支持自己啊 所以鄭文燦在生日的時候 就收到他過去這個賴兄 給他一個最大的生日禮包 人家是清德的報恩 人家是報恩 他是清德的報復 清德的報復 來得又快又急啊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的益生菌 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 機能日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要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特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請給你們看 有額外出血 興建成幸福分寢 坐一後 忍衛生菌